中天新闻台北共同台监局 您做了邀请 但是我邀请还在刚12点半 您的富邦金也做了回复 就是不客前来 那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利用电话 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现场的所有来宾 直接来做对话 那么这样子来达到 您想富邦金后要求的平衡报道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玉珍 来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小吃大的问题 究竟出在哪里 那富邦金在这段一路走来的 始终如一的新闻稿当中 说明当中 是如何用苹果来比橘子 富邦金被台北银行 玉珍这样讲有错吗 其实我觉得它到现在 还是一直在混淆视听 就是说告诉大家说 它是用富邦金来并台北银 那这个它所提到的这个数字 就提到说没有小吃大的问题 因为它说以当时谈成合并 那2002年8月的净值的话 富邦金是1105亿 那北银的话只有458 所以绝对没有这个 什么小富邦吃大北银 绝对没有这个问题 对 那可是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时间点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 那已经改名富邦台北银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以这个银行并银行来算 因为刚刚其实扣姐有提到说 现在呢彰化银行跟台新银行的这个事情 他们说台新银行那么小 对不对 然后彰化银行呢 这个1.7兆 那可是呢对吴东亮来说 他也是会认为说 我是我现在是台新金控啊 OK好 可是如果说用银行跟银行来说好了 那2004年6月富邦银行的这个总资产是3311亿 那台北银行的是7054亿 那我们也都知道说完成合并之后呢 其实真正的整个的净值大概是1.15兆 那当时就是原来对李肃德的这个说法 非常质疑的就是前北营的董事长廖正景 廖正景就说其实真正原来在这里 原来在这边估算的时候 台北银行应该是6,180亿 应该是6,180亿 那结果呢就说 那如果说你用富邦金控的话 富邦金控是4,600多亿 也还是小嘛 还是小啊 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算的话就说 那他金控本身4,600多亿 那北银本身是6,000多亿 加起来才有所谓的1.15兆的富邦金控 就是合并之后嘛 所以其实都已经非常非常清楚 但是呢 那这里为什么会是458 这个458就是我们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一直在强调 当时的整个台北银行有80个分行 那这80个分行里面 其中有44个分行呢 是自有资产 那这些自有资产你看 从原来的6,000多 到合并完了之后的7,000多 对财务顾问的话 那为什么你会这样做 而且呢再回到说 原来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不要分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大家都一起来开价嘛 你知道当时呢 这个国民党里头 还有一个金融机构说 他愿意开50块 他愿意开50块 当时呢中信金你知道吗 他说我愿意出更高的价钱 我不要36 我出40 50我都可以出 因为呢当时他已经买下了 北银15%的股权了 所以他是势在必得 他甚至呢跟合并之后呢 他的一个专业经营人 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呢这个时候叫做招亲 这个时候招亲是说 是说我要嫁 我要嫁女儿 然后呢我要看看这个新郎好不好 那这个新郎为什么不好 因为他太高调 因为他在市场上摇旗呐喊说 我要买 然后呢我也市场上 我已经买了股票 那我的人都准备好了 我非要取 对我非取不可 那这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 李素德说他不合 他这个他愿意出高价 但是呢不适合 那这个开发金呢 就是中华开发呢 说他呢 这个是属于工业银行的 那跟北呢 不太门当户对 那这个元金证券呢 他是搞证券的 所以也不好 不懂银行 那为什么你要在第一阶段 你要把大家争取的这五家呢 你先刷掉一大半 那剩下这两家之后呢 再来一个国泰金说 因为他市华已经 刚刚议员有提到说 他为了要买市华银行的时候 他把这股票拿去压 压到最后呢 我出这个价 出这个价 结果呢就输给了富邦金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预谋啊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序上的预谋啊 就是说我不是第一阶段 让高盛来做顾问的时候 我不是第一阶段就公开招标 然后呢我是招亲 招亲呢 你不好 这都不好 然后呢 这个呢 哎呀 已经他已经口袋都已经 这个口袋已经去掉一大半了 所以呢 绝对不适合 所以呢 就最后由他来取得 那这样子我们还是要回到说 那到底有没有小吃大的问题 资产就是这个458 你告诉我这个458是真的正确数字吗 他说叫净值啦 富邦一直强调都是用净值来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讲的是资产 所以我们到现在所有执疑的还是 那些行社那整个的资产 资产为什么廖正景的6800亿是错的 你要告你 那个李树德还说他要告廖正景 那这样子的话 那当时的这个台北银行的董事长 这个不是做假的吗 连台北银行的总资产都相差这么远 那这样子的话 那谁的错 那变成要谈何料正景 所以郁珍进一步再跟大家说明 大家有没有更加清楚 这当中蹊跷到底有多少 连整个招亲的过程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一个招标过程 其实都是有那安排好的一个轨迹出现吗 我们告诉大家 这是富邦金 现在面对这样的问题 不断地都强调 他是用净值 搞清楚 我是用净值跟你们算 我富邦金的净值大于台北银 但是我们刚才想的 橘子跟苹果不能拿来比 富邦金底下有什么 他有银行富邦银 当时也有证券 有残险 有售险 所以整个富邦金的 不管叫净值总资产 当然是高 但是你拿来跟台北银行比 说因为我这样高 所以我可以买台北银行 这样对吗 大家搞清楚 完全不能这样比 我们为什么特别拿到 2004年6月份的总资产 跟观众朋友来做比较呢 因为这个签约 2002年的8月8号 富邦跟台北银的合并正式签约 但真正合并 为台北富邦银行是在 2004年的9月8号 我们拿到当年的 6月底的一个总资产 大家看 真正的是富邦银 你是跟台北银的合并 你富邦银有3311亿元 但台北银行有7054亿元 完全全高于一倍之高 所以当初的合并不是小吃大 叫做什么呢 这一番说明 我不知道财经专家曾光辉 这边有没有什么 一番的解释或说明 让观众朋友更加理解说 这个叫小吃大 我们用橘子跟苹果比 这样讲 观众可以比较听得懂 那么净值跟总资产的落差 观众是不是比较理解 到底谁在这里玩弄文字游戏 好 我们先看一下净值 其实这个净值跟我们的会计制度 有点关系 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 郁振姐有提到 富邦 这个台北银 我有40家 在台北市有一个行社 那这个净值叫做资产 一开始叫做资产 你要减掉负债 那负债剩下的叫做净值 那请问你 你这个资产 你没有包括原来的行社 没有重复进去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叫做低估了 如果说你用这个来比的话 那我觉得很怪 一定是低估了 对 一定是低估了 所以如果说你把原来的 44家的一个分糖 如果再加上去的话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搞不好它跟它一样多 搞不好跟你 甚至我可能还超过你 那都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想用这种 简单的数字来骗人家 所以我那感觉当时说 没有啊 我们用富邦间来吃啊 富邦间大啊 你台北小啊 所以我给你吃 这个有点在呼弄的 一个情况 所以在玩这个数字游戏 不然你干脆把当时 如果你资产重复之后 台北的资产到底是多少 来算它的净值 我觉得它是最准的 拿这个数字出来 就可以 说服力更强 对 说服力更强 谢谢 谢谢郑光辉 分析师来告诉我们大家 其实真正应该怎么看 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很多蹊跷在这里头呢 富邦间并北银 听起来没有问题 但重点是观众朋友 金融界通通都知道 不管你叫金控来 并人家的银行啊 重点是看你里头 你旗下 你原本旗下的银行 到底多不多 有多大的强大的财力 你到底值不值 有没有资格去病人家 才能做这番的一个 合并的动作 但现在看来呢 富邦间的说明 跟实际的状况呢 是这样子做吗 净值跟总资产 这方面说明 现在大家可以比较理解了 好 我们接下来就带你看看 那么这个小吃大的结果 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请郁寇姐 小吃大的结果 是告诉大家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这个台北银行 这么八年下来啊 表现还真是没有 以前的好呢 好 我们找到了 这种台北市议会 相关记录找到告诉大家 94年我们刚刚说 正式合并叫台北富邦嘛 我们就告诉你 正式叫台北富邦之后的 台北富邦银行 每年缴事库缴了多少 一年缴到19亿 到13亿等等到现在 告诉你 正是八年下来 只缴了110.07亿元 但是 哇 不得了啊 弥柯姐 前六年 合并前六年 美国85年到90年的时候 台北银行平均税前 余于是40亿元 一年可以缴40亿 但现在还要告诉你 他八年只缴了110亿 所以他如果是按照 他并之前的这个一年40亿 那这八年应该是320亿元 好歹300亿了 非常对 300亿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数字的比较 那这里面当然也有他这个 某种财报上的这种 数字的变化 这那行人应该会知道 换句话说 这个当时台北市政府的 那个 后来当大家质疑的时候 我记得连市长都已经说过 说我的这个台北银行 跟富邦银行的这种连接关系 会让我的市库增加非常多的 这个营收 事实上从数字来看 是不对的 就是半年还零角库 对 而且这一点还零角库 他这个平均起来 一年才15亿左右 那他以前在这个病之前 其实他是大概是台北银行 这个一年是40亿 也就是说他合并之后 他每年这个台北 富邦交给台北市库的 这个金额是少了这么多 他也就完全是这个 跟他当年的这个所谓要增加 他的这个股票的市库收入的 这种目的是相违背的 那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不尽情理的这种分析 其实用今天这个 我们的市场上的氛围来看的话 我想请教的 不管是金管会主委 或者说马英九总统 或是行政院长 这个江一华先生 你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氛围 放到今天的这个状况来的话 这个案子不会出事吗 马英九总统通常他都会在他的亲信幕僚 被质疑的时候 帮他的亲信幕僚讲话 最近发生的案子就是如此 希望他不要重蹈覆车 是好希望这样 赶紧说清楚讲明白 还是在被集当中 这里头还有什么样的资料 可以继续的掩盖下去呢 议员还可以再继续掩盖吗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数字 其实当时在合并之前 一年大概是 这个台北银行 大概可以40亿的收入对不对 那台北银行最早 他提出来说要做彩券 做彩券是台北银行提出来的 那后来呢 合并之后呢 才有这个台北富邦银行 继续做彩券这样的一个业务 所以加了这个部分之后呢 他应该有更大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一个很大的盲点 就是说他的账 后来减资 然后怎么做 就是说加了彩券之后呢 你应该贡献至少 每年至少贡献50亿以上啊 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觉得说这中间 当然财务整个掌控权 在他手上了之后呢 那动手脚的这个空间 就已经相当大了 是 好 所以议员 要再补充数字 就是说你刚刚看那个数字的话 我们知道其实台北银行 他最单纯就是说 我就是放款 跟这个存款的一个利差嘛 那其实当时的一个利差 其实是蛮大的 可是富邦不是 我们知道富邦集团 有包括像证券啦 还有一些像受险部分 其实他的一个获利性的话 基本上大概落在 大概2%到3%而已 这个是因为他本身资本大 他到国外去投资 他可能回报率 大概只有这样子而已 那所以说为什么到后来 北银他的 我投资之后呢 合并之后呢 我回馈要怎么少 是因为你本来是一个赚钱 假设变得那么大地 结果你落去一趟那趟 大地去变得那么大地 大家要奔哦 本来是我一个人奔嘛 你才富邦集团是三个人来奔 那你能拉到多少 当然变少啦 当然变少啦 对所以 后面有很多的状况 才造成说 对于什么对我们的 这个合并之后 为什么产生钱多分量少 是 本来一个人吃 现在变成三个人吃 那变少啦 是所以说这个台北市政府啊 把这么 这个条件这么好的富邦 台北银行这么好的女儿 给嫁给了富邦 就嫁出去怎么样呢 也变瘦了 数字也变不漂亮了 三维都减少了 这该怎么看呢 所以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现在差不多 我们待会就请央视区 就议员来继续来看 那台北市政府这几年下来 台北市委都没有办法 好好地来监督他嘛 那么台北银行卖掉之后呢 结果呢 现在对事故贡献这么样的少 台北市政府 你又好好在这里做监督吗 有好好地交代吗 是一回子怎么看的呢 我们待会回来